嗨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一道美食 咖哩奶油虾 好 这里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 有350克的鸡胸 两条小辣椒 一颗鸡蛋 四半个蒜 还有三朵的咖哩叶 这里是今天的调料 350克的淡奶 50克的牛油 适量的淀粉 一大勺的咖哩粉 一茶匙的盐 一汤匙的蚝油 一大勺的糖 首先我们先把鸡蛋切得稍微薄一些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切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给一个碗 倒入我们的盐 倒入咖哩粉 倒入蚝油 加入鸡蛋 先搅拌均匀 之后再加入一勺的淀粉 继续搅拌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一勺的淀粉 再继续搅拌均匀 之后腌制30分钟 蒜头切成片 放入碗中备用 小辣椒切成丁 放入碗中备用 现在把我们的鸡肉涂上一层的淀粉 现在把我们的鸡肉涂上一层的淀粉 涂抹均匀 放在一旁 涂完淀粉之后呢 需要放置10分钟 让鸡肉好好濕生淀粉 准备一罐热油 用筷子试一下温度 稍微起泡泡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鸡肉了 稍微起泡泡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鸡肉了 这里呢我就不告诉你们 我需要炸多少空空 因为每个人切鸡肉的厚度的不一样 炸至感觉有出气感之后呢 就可以捞起来 那之后我们再把油温提高 再二次复炸 二次复炸呢 大约炸15到20秒不够了 捞起备用 接下来开小火加入我们的牛油 让它融化 融化之后呢 再加入我们的蒜片 继续爆香 再加入我们的小辣椒 和咖喱叶继续爆香 这里也是开小火慢慢爆香 炒至咖喱叶变成色之后呢 加入我们的蛋奶 这里就可以开成大火 把这个蛋奶煮开 然后加入我们的白糖 继续搅拌 这里要一直搅拌 手不能停 不能脱脑 如果你一停 这个蛋奶的糖分就会浇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鸡肉 从它的继续搅拌均匀 要一直搅拌 搅拌蛋奶变成浓稠 就可以出锅了 好今天视频想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问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家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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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